國慶晚會將在臺北大巨蛋登場 除了二姐張惠將復出開場 總統賴清德也將親自到場 為了提升設備和維安規模 也連帶導致經費暴增 北政府得自酬近千萬 只好早上身兼慶酬會主委的立法院長韓國瑜幫忙 不過韓國瑜最近向公國航空募款卻意外卡關 台語天后將會付出首秀就獻給國慶晚會 這也是臺北大巨蛋首都舉辦非體育賽事 加上總統賴清德也會親自到場 不只設備 維安規模同樣再升級 卻也導致經費暴增 胡龍魚雖然粗估1950萬 扣掉補助 北市還得自酬大約997萬 為了彌補缺口 北市府找上身兼慶酬會主委的韓國瑜幫忙 沒想到最近韓院長出面向公國航空爭取募款 對方卻已經先贊助千萬給文總舉辦的 付錢國慶光雕展 導致募款卡關 台北市早就有完整的一些預算以及經費的規劃 這是一個國家級的慶典 中央不應該分你我他 國慶經費跟文總活動經費 根本就是兩碼事 辦盛大一點的國慶晚會 應該提早做規劃 否則臨時要募款 臨時抱佛腳 確實有點強人所難呀 當天大巨蛋預估開放2萬席座位 軟硬體舞台設施精心大造 費用更是過去了兩倍之多 講話案例要將會重返舞台 但如今韓國瑜掉頭存碰壁 缺的錢該怎麼辦 臺北大巨蛋迎來首場國家級盛會 準備工作進入最後倒數 可不能因經費問題開天窗 記者會用於大腿部動